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两趟航班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起飞和降落时 突然接获了炸弹威胁 达克被迫紧急疏散 索性经过了彻查之后 确定只是虚惊一场 面对炸弹威胁的达美航空两趟航班 同样是达美468班次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当时其中一架客机正准备从肯尼迪机场飞往以色列特拉威夫市 而另一架飞机则刚从旧金山飞底纽约降落在机场 当局在接获了匿名者的电话声称客机藏有炸弹后 立即紧急疏散了乘客 而随身行李等物品都留在机上 不过紧急人员全面检查后确认了客机并没有炸弹 受影响的其中一趟航班的班次被延误起飞